新竹市世界高中高义学生徐玉凯车阵最前头首次参加全国自由车公路锦标赛就夺驾新南组20公里个人即时赛冠军及公路赛亚军 记者张亚亭摄影分享 新竹市世界高中高义学生徐玉凯首次参加全国自由车公路锦标赛就夺驾新南组20公里个人即时赛冠军及公路赛亚军 明年2月徐玉凯将代表台湾参加亚洲青年自由车公路锦标赛是最年轻的自由车国首 世界高中一年级学生16岁徐玉凯曾成功骑50公里上武岭 郭尔夏学习决定从桌球校队转练自由车只要骑上车他就充满自信 其实每次比赛都刷车 徐玉凯说今年全中运时遇到集团摔车伤势最严重 他说当时集团眼看只剩不到150公尺就到终点 但手部骨折的痛苦不得不放弃比赛 今年能在全国自由车锦标赛夺冠出 想把全中运的赢回来也学会懂得保护身体 徐玉凯除了感谢学长谢君洪护驰让他能全力以赴赢得夹击 也以自行车台湾一哥冯俊凯粉红小钢炮黄婷 因为学习对象盼自己有朝一日能达成他们的成就 台湾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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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